猫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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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� 哇 這輩子就是得要幫他整理房間 整理狗毛 幫他洗澡 幫他拔屎 幫他拔尿的這個階段 不管是出門遛他上廁所 還是在家裡當蠶屎官 其實這個時間呢 會一直持續到他離開你 你都必須得做的 但是養小孩呢 其實只要等到他四歲五歲 生活治理開始都上手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的放手 讓他自己去湧闖這個世界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邀請我們攝影師啊 讓他直接穿鏡頭 進來跟我們大家一起拍攝 嗨 大家好 怎麼稱呼 阿羽 阿羽 什麼時候叫阿羽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是要比較一下 一個小朋友 真正的人 從零歲到18歲 就是到高中這段時間 花的所有的錢 你跟寵物比起來 到底是誰花的錢 不要對你 好 那你還記得你花多少錢 那我們就從高中開始問好啊 公立高中 學費咧 一學期一萬塊 一年兩個學期嘛 乘以三年 所以以學費來講的話是六萬 吃飯呢 早餐是家裡 家裡準備我們就不算錢 好 對 我們就靠爸媽這樣 好 靠媽媽 午餐吃學校的營養午餐 那個也是要繳錢啊 一學期好像是三千塊吧 而且這樣晚餐的話大概是一百塊 一百塊有飲料嗎 沒有飲料 一百塊沒有飲料 對 什麼東西一百塊這麼貴 賣到嗎 一百塊就好可以吃賣到就好了 那時候可以 那時候可以 你是不是單單漢堡吧 會買衣服嗎 高中會買衣服嗎 我沒有在買衣服 沒有在穿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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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候還穿爸爸的 穿爸爸 就有偷襲犧牲嗎 有 有偷襲犧牲 有錢大概一個禮拜二百塊吧 其實一年而已 補習耶 兩顆是一萬大 一年 完了 我那時候是用零用錢 個月是拿三千塊 那國中零用錢一個月多少 一千 吃飯呢 學校的話大概也是三千塊 國中是十億 學費一學期四萬 小學有零用錢嗎 就每天媽媽十塊 每天媽媽十塊 有時候媽媽也會這樣 媽媽十塊 對啊 哥哥怎麼十塊 好 六年了十塊 吃的話我們一天小學可以抓多少錢 應該有一天一百塊 零到六歲 有請保姆嗎 沒有 給阿嬤顧 給阿嬤顧 對 幼稚園我記得 好像那時候是賺一個月 一萬五吧 四年 對 有多四年 那總共的花費呢 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三百 就賠錢貨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算一下 寵物到底他一生中要花多少錢 那我們再來訪問一下 我們這個小黃啦 我們看他到底花了多少錢 據說你今年已經十五歲了是不是 沒有這麼老 看不出來 一個月吃多少錢啊 你一個月 六百塊是不是 他會不會 他有回到你嗎 他有講你沒聽到嗎 來 小黃瓜我們不要理他 每個月有沒有在預防新獅蟲啊 有是不是 那多少錢 一百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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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跳蟲畢師有沒有在預防啊 有有也沒有是不是 哇靠 跟你媽講 說一百塊他生氣了 跳蟲畢師一個月多少錢 也是一百塊是不是 有沒有在吃零食 一個月吃到四包喔 難怪你這麼肥 好 六百塊 有沒有在洗澡 你媽都送你去外面洗是不是 那有沒有咬人 有是不是 洗一次多少錢 寶寶月一千五 預防針有沒有打預防針 哦有是不是 十合一一千塊 防犬病兩百塊 財母病八百塊 哦 有一年中秋節去吃烤肉的儀藏年是不是 一天住月一千五 住了七天啊 做了那個治療費用一天一千塊 他也是七天啊 哦 他們貴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喔 好 那我們寵物呢 這輩子 活了十五年 總共花了 三十二萬兩千元 所以養一個你可以養六輩子的他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實測的結果呢 就是 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三百塊 對上三十二萬兩千元 那很明顯的是養小孩 甚至是確實是貴很多啦 其實 不管是養小孩呢 還是養毛小孩 都有他各自的優缺點 希望這個實測呢 可以 對你想要養小孩 或者是想要養寵物的你 有一些幫助 我們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白布 我們下次見 白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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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布